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姑娘 二少奶奶 你怎么会在这里 玉宁 是这样 我听乡家二少爷说他把你休了 没想到你是投奔绍华来了 我真笨 以前你帮我和绍华那么多次 我早就该想到你和绍华 不 苏姑娘 你误会了 我被浩泽修了以后 因为没有地方去 所以绍华才收留了我 你放心 绍华自始至终 都只爱你一个人 玉宁 对不起 我没来得及征求你的意见 没关系 我不介意多一个妹妹 以后我们就以姐妹相成吧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妹妹免礼 苏姑娘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下贱 怎么会呢 你有勇气去爱自己所爱的人 我很佩服你 你真这么想 所以你不要多想了 安心地留在这里陪绍华吧 看来你心里真正喜欢的 的确不是绍华 而是向浩宇 你说什么 这里没有外人 你不用骗我了 大家同是女人 我又在乡家看了那么久 你心里真正爱的是谁 你瞒得了别人 可瞒不了我 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还知道 绍华杀了平儿 平儿的尸体 至今仍埋在这丛强卫画下 那尸骨果然是平儿 原来他们一直在骗我 还骗我说已经把她的尸骨 挖出来好好暗葬了 苏姑娘 绍华说 她是误杀了平儿 每次喝醉酒 她就会控制不住自己 平儿偷了 国色天下的秘方 来投奔绍华 绍华恨她背叛了你 又喝多了酒 才会失手杀了她的 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她还说 她三年来的确都在骗你 利用你来对付江浩宇 她倒是很信任你 不 她之所以告诉我 并不是因为信任 而是她对我根本没有爱 所以不用担心您此失去我 我知道 你此次回来 是已经弄清了事实真相 回来找绍华报仇的 但是你不该找绍华报仇 就算她三年来欺骗了你 那也是因为她太爱你了 爱我 就杀掉我全家吗 就算 就算绍华以前 做了很多错事 但是 你们苏家灭门的案子 真的不是她做的 你不用替她辩解了 我已经记起来 当年 把我陛下悬崖的人 就是贺昆 贺昆 怎么可能 在我看来 除了绍华之外 你就是贺昆心目中 最重要的人 她怎么会伤害你呢 她不是一直希望 你和绍华 能好好在一起过日子的吗 我知道贺昆不会有心伤害我 但她对龚绍华一味于衷 不管对错 她都会坚决执行的 虽然 我没有恢复所有的记忆 可是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一夜 带着人打着火把 把我逼得十足掉下悬崖的 就是贺昆 龚少爷 你是清晰相会的会长 赶紧想想办法吧 乡家突然派人 到寺镇贴出告示 大量招收 列乡工人 开出的工价 高出咱们三成啊 这不是公然俏横蛙俏吗 是啊 是吧 是吧 他乡家突然招了这么多工人 吃得消吗 乡家已经放出风来 他要一举吞并整个幻沙镇的炼香房 购买西洋机械 组建大型香水厂 这样做不是针对咱们相会的吗 是啊 是啊 这我们可怎么办 是 他的国色天香好 利润高 也不过就三五年嘛 他怎么可能一下子有那么多钱 来吞并幻沙镇呢 谁不知道 国色天香是个聚宝盆啊 相好于 若以国色天香的秘方作压 能够带到足够的钱 也不是不可能啊 一旦让乡家再吃掉幻沙镇 他就占据了百花岭寺镇的半壁江山哪 只要乡家形成规模 那我们连招架的能力都没有了 要不了多久 百花岭全部是他的了 就是啊 这可怎么办 你们哪 只看到这件事的好处 却没看到这件事存在的风险 他们乡家输定了 除非他相好于可以保证 除了他们乡家 没人能做出和国色天香一样好的香 可事实上 除了乡家 的确没人能制出 像国色天香一样好的香水啊 放心 国色天香的秘方 我马上就要到手了 这就是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啊 国色天香的秘方 是香家的命根子啊 天机不可泄露 各位商会的同仁们 你们就静候佳音吧 要不了多久 我们也可以生产国色天香 它相好于想垄断整个市场 那是不可能的 温宁 龚少华这个人 根本不值得你爱 苏姑娘你不用劝我 你应该明白 爱一个人 和值得与否应该与否 没有关系 不管你怎么认为 我前行 他真的不是一个穷凶极恶 是血好杀的人 我爱他 是因为他对你的痴情 就像飞蛾扑火 明知会粉身碎苦 还是无法控制自己 可是他性情暴烈 喜怒无常 跟着他会非常危险的 我不怕 就像香皓月 明知道你恨他恨得入骨 随时随地都要害他 可是他仍然义无反顾地 把你留在他的身边 一心要感化你 我现在 对少华也是这样的心态 现在的他 也是一个病人 既然香皓月能够感化你 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拯救他 你就这么爱他 也许吧 谁让他是我第一个爱的人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想跟你做一个交易 因为我想跟你做一个交易 什么交易 我帮你救出雨昕 你放过少华 雨昕真的在他手上 我发现贺昆每天都会去密室送饭 我猜雨昕就在里面 你不要犹豫不决了 其实少华早已经怀疑你了 所以他才留住雨昕 防范你变心 现在他已经有准备了 只怕是打蛇不成 反而被蛇咬 你就听我的吧 今天晚上你想办法灌罪少华 拿到钥匙 我带你去见雨昕 然后你们两个 就回乡家去吧 怎么回事 怎么喝得这么醉啊 来 清新阵商会来了几个股东 少爷受验款待他们 就喝多了 你去招待客人吧 我来照顾他 少华 少华 来 咱们也来喝几杯吧 我不能喝了 我今天刚回来 你不想跟我喝一杯 庆祝一下吗 好 你呢 我困了 来 来 钥匙拿到了吗 没有 我仔细找过了 都没有找到 怎么办 密室的钥匙除了它 就只有贺昆身上才有 贺昆还在陪客人喝酒 要不然咱们现在过去看一看 走 嗯 啊 嗯 好酒 好酒 干杯 苏姑娘 她好像喝醉了 你是不是喝多了 怎么回事啊 少奶奶 没醉 喝那么多还说没醉 来 我扶你回房间 起来 来 来 走 蚊姨 谢谢你 先别说这么多了 赶紧回乡家去吧 我们走了 走 好 雨夕 顺着这条路往前走 就是御犬阵 你快去找浩宇知道吗 那你呢 我要回去 找公上皇报仇 这太冒险了 要去 咱们姐们俩一起去 不 你不能去 我对公少华还有另一个价值 即使失手了 她也不会杀了我 如果你被他们抓住了 反而是我的累赘 可是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去冒险的 先放下报仇吧 咱们一起回去找姐夫 她会帮咱们报仇的 雨昕 理解姐姐一片苦心吧 浩宇为我做了太多的事 我不能再连累她了 今天晚上公少华正好喝醉 是我下手的好时机 我一得手就会往回跑 你回去叫他们来接应我 啊 可是姐姐 我心里好害怕 别怕 你要是当我是姐姐 就赶紧回去 赶紧跑 别回头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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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是啊 啊 我 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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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心痛的感觉 相后与他有什么好 也这么快就爱上他 现在居然要我的命 小后与他什么都好 你别忘了 是你一手把我推回他的身边 现在 不要撞出这种伤心欲绝的嘴里 没想到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动心了 早知道 我真的不该放了你 你 三年 三年的感情 你才用了三个月 就背叛了他 三年 你只不过用三年的时间 你让我觉得我应该爱你 可是好与他 我即使把他当成仇人 却仍然发自本能地爱上他 这期间的差别 有多可怕 现在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 杀了我 杀了我 雲年 杀了我 还记得吗 我是爱你的 你也是爱我的 你不 我怎么会一步一步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知道 你恨不能杀了我 但我告诉你 苏家人不是我杀的 那把火也不是我放的 石头母子家的人 都还活着 只有平儿是我杀的 我承认 那是因为他背叛了你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相不相信 无所谓了 你只不过是 还望想得到 果色天香的秘方罢了 我今天就算是死在这里 我也不会告诉你 这么说 你拿到果色天香的秘方了 不错 虽然我一直向他 隐瞒你的情况 但仍然愿意和我 分享这个秘密 秘方 把秘方给我 不可能 不然我跟我娘无法交代 你知道的 你 我把今晚行刺的事情 让娘知道 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 你别做梦了 我对郝宇发过誓 我永远都会爱郝宇 对她忠贞不爱 永远都不会背叛她 永远都不会背叛她 说得真好 永远都不会背叛你 永远都不会背叛她 永远都不背叛她 放大 这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交给你处理 怎么 对她还没死心吗 你觉得你在他身上 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少华 娘这一辈子 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你活在仇恨当中 结果你呢 活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你的这条命 差一点丢在她的手里 现在娘想通了 公家的仇应该由我来报 乡家的秘方应该由我来要 你应该知道 你是公家的延续 公家的希望 不能让你活在罪恶里 以后在这个女人身上 你少插手 我有一千种办法 让她说出国色天香的秘方 秘方 不愿意 父亲 就是 看 有 的 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 你就对他这么死心塌地 那好啊 我倒要看看你对他的忠诚 能够坚持多久 动手吧 等等 娘 再给一次机会吧 最后一次 你说 你有什么办法 我想知道在你心里面 亲情和爱情哪个更重要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已经料到你变了心 我怎么会给你机会救走雨昕呢 你说什么 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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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昕你怎么了 雨昕 你醒醒醒 雨昕 雨昕 你爸我妹妹怎么了 雨昕 雨昕 你放心 雨昕 雨昕 我只不过给她用了点泥药而已 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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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警惕性也太差了吧 你那么容易在贺坤身上拿到钥匙 不觉得奇怪吗 贺坤 你是故意让我拿到钥匙的 这里 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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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 我还不得我 你还做的 那梵匙 你还把衣然说 也不不不合理 你今天 会把衣然说 你正常的 说这就这么容易 我给你们�了 启性能 你之后 宇宁也动心了 不 少爷 何昆自知 我是一个连命都不属于自己的下人 如果敢对少奶奶动心 那就是背叛少爷 天大的罪光 我对少奶奶唯一的心思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永远幸福地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帮少奶奶放奏玉欣 因为我不想看到少爷 这是不是背叛呢 因为我不想看到少爷毁了自己的幸福 少爷 求你放了玉欣小姐吧 如果你再拿玉欣小姐去威胁少奶奶的话 你们的缘分就真的尽了 少皇 贺坤说得对 你放了玉欣吧 如果你真心爱玉宁的话 你不应该这样子对 没想到 连你也背叛我 我没有背叛你 我只是跟贺坤一样 不希望你再做那些上天害理的事 我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管 顾少华 你不认识 温仪确实没有背叛你 你赶紧放了他们俩 他帮我救女心 只不过是想跟我交换条件 让我放弃报仇 放弃杀你 他和贺坤都是在世上 对你最忠诚的人了 来人哪 把温仪贺坤带下去 是 是 贺坤 你根本就不应该把雨昕带回来 这样不是在帮他 而是害他 不知道少华会怎么做 少爷一定会利用雨昕小姐 逼少奶奶说出秘方 这样 他即使得到了秘方 但也永远失去了少奶奶的心 他们终究不可能在一起 我这些年来的苦心 都白费了 龚夫人 求你放了我妹妹 她是无辜的 放了你妹妹 可以 那把秘方交出来 娘 您先歇着吧 这里由我来处理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 儿子 那这就是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再心慈手软的话 伤心的是你自己 别忘了 你娘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知道了 背叛你的人是我 你要怎样 都冲着我来 玉宁 你没得选择了 别过来 玉宁 别过来 你这样逼我 但我真有意思 好啊 你死 如果你死了 我就让玉宁生不如死 少婉 只要我死 你 我 还有昊宇之间的恩怨 就会燕消云散 玉宁对你来说已经无足轻重 你何苦要犯这样的杀逆 难道在你们女人的心里 死是最可怕的吗 我告诉你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把我逼成禽兽 如果你要去死的话 我就把玉宁卖到姬院去 你还有没有人心 有 不过那是曾经 有了你两次的背叛 已经所剩无极了 如果你还要去死的话 那我现在一点点 都不会在意我 是 父人 这两天来了好多的宫人 都是各大镇老字号 炼香房的首手 不知道大少爷为什么 突然招来这么多的宫人 现在外面都在传说 传说什么 说 说大少爷要拿 国色天下的秘方 做底下 到外面带一大笔款子 什么 大少爷已经好几天没露面了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真的到外面去贷款了 把王姑娘送到我房间 没有我的允许 不要让她离开半步 是 少华 你放了贺昆吧 他虽然逆了你的意 可他对你是忠心的 我们的事不用你管 走 何昆 为石头母子的事 你已经背叛过我两次了 昨晚是第三次 少爷 对不起 贺昆辜负了少爷 请少爷惩罚 你想将功赎罪吗 少爷有什么吩咐 只要是对少爷有利无害的 贺昆一定全力去做 万死不辞 少奶奶坚持要亲眼看见 我把雨昕送回乡府 她才肯交出秘方 你陪我去玉泉镇走一趟 何棍 如果你不愿意去的话 我不怪你 不 少爷 此次去玉泉镇 难免要和乡家的人 动起手脚来 我一定要在你身边 保证你的安全 苏玉泉 我警告你 千万不要试图玩什么花样 要是惊动乡家人 说帮江西府回来 我保证你信 我是第一个被打中的 少爷 已经到玉泉镇的中线了 密箱加不到三百步 我们就走了 玉泉镇 快把秘方拿出来 如果你把秘方 拿出来的话 我就让你心马上下车 我怎么知道 你舍不收心 你没得选择 只有赌握 玉泉 别考验我的耐心 我数三十个 如果少奶奶不把密钢交出来 你再语心脸上画一额 一 二 三 我数 密钢被浩宇缝在锦囊里 我决定在刺杀你之前 怕自己万一会失手 泄露了密钢 所以没有戴在身上 那你放哪儿了 埋在我爹娘的墓碑下 你放了于心 我带你去去 不行 等我拿到锦囊 确信密钢就在那里 才可以放了于心 好 于心 夫人 我们查过了 所有通往外地的码头路口 都说没有见过大少爷 也就是说 昊宇根本就没有离开御泉镇 昊宇啊 你究竟在搞什么鬼啊 夫人 我这就带人继续寻找大少爷 你们除了在本镇找以外 再安排人到青西镇去找找 特别要注意公家的行动 是 夫人 大少爷 大少爷 大少奶奶 他真的去找于心了 少爷 给你 是谷色天香的秘方 这则是消耗于亲壁所写 少爷 既然咱们已经 拿到了谷色天香的秘方 就赶紧放了与欣小姐 以后好好地对少奶奶吧 玉璽 你没事吧 姐姐 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别说那么多了 前面就是香家 你快下车去找昊玉 快去吧 那你呢 你快走 以后好好照顾昊玉 就当我死了 快走 不 快走 不行 何谷 把他堆下去 我们走吧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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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ssioned message 雪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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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姐姐 怎么了 这密方是真的吗 娘 这密方不像是假的 何坤 背马 我要去练香坊 是 你帮我联系一下香浩泽 他最近被夺罗泉失了事 正好是唯我所用的时候 你告诉他 叫他密切留意乡家的举动 一有什么情况 马上向我汇报 是 我马上去安排 娘 这几天我要守在练香坊 雨宁就交给你了 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寻短剑 你呀 你告诉我 什么时候才能学会 拿得起放得下呀 我先走了你啊 雨昕 你告诉我实话 你姐姐现在是不是已经把 谷色天香的密方 告诉顾绍华了 夫人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我现在担心浩宇 为了取得你姐姐的真心 已经把密方告诉他了 而龚绍华 就拿你来威胁你姐姐 他现在肯定已经知道密方了 所以才肯放你回来 不 不 夫人 这都只是你的猜测 我姐姐不知道密方 更不可能出卖乡家 求你赶紧派人 救救我姐姐吧 姐姐 我看咱们还是等浩宇回来再说吧 不行 夫人 龚绍华那么心狠手辣 晚一分钟去救我姐姐 却会多一份威胁 这事一定要等浩宇回来再说 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 我不会这样盲目地去冒险的 姐姐说的是 如果羽宁已经背叛了浩宇 出卖了乡家 那我们还有必要去救他吗 夫人 二夫人 你们 你们真自私 你们只想着乡家的利益 那我们还有必要去救他吗 却丝毫不顾我姐姐的安危 玉欣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 我说错了吗 你们忘了 没有我姐姐 又哪来的国色天象 哪来的乡家的今天 玉欣 你要明白 保护乡家的利益 就是保护乡家 不仅是我们 要把乡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你姐姐也是一样 也要把乡家的利益放在首位 因为她是我们乡家人 要不然 她就不配做我们乡家的喜 凭什么 我姐姐就该会想想白白的牺牲吗 玉欣 你上哪儿去啊 我要去找浩泽和浩宇 我就不信她 和你们一样冷戏 你 玉欣 放开 别任性了 玉欣 放开 玉欣 看着她 没有我的话 绝不许她离开半步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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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生死 两茫茫 不思量 子难忘 千里孤分 无处化凄凉 纵使相逢 应不识 尘满面 病如霜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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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办妥当了 大少爷 我们是不是该回府了 这些天可把夫人急坏了 浩宇啊 你上哪儿去了 知不知道 玉宁已经出事了 我知道 管家告诉我了 都怪我 其实我早就怀疑龚少华 所以当玉宁一失踪 我就知道 她一定是去报仇了 可是我认为 龚少华并不知道 玉宁已经背叛她 如果此去 能够顺利救出玉欣 除掉龚少华 那就不需要冒险 拿整个乡家去火拼 大哥 想不到 你会用大嫂 来对付咱们乡家的仇人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局 如果能够兵不学任 就胜了这一局 就不需要拿整个乡家去冒险 现在大嫂已经失手了 处境非常危险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等我见了玉欣再说吧 什么叫见了玉欣再说呀 难道你还有救 和不救两种选择呀 没错 不是 大哥 你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你那么爱大嫂 可 你是不是 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呀 昊玉啊 昊玉 你 你是不是已经把 国色天香的秘方 告诉玉宁了 你是不是也在怀疑 玉欣能回来 是因为玉宁已经把秘方 告诉龚少华了 是不是 是不是啊